随便一谈 真假立线 超五行酒店 北京安曼 三千含15%的服务费 安曼算是全球比较顶级的酒店品牌了 怎么跟你们说北京这家的档次呢 它开在一棵园里面 你们自己去查房价吧 桌子还挺好 我们在粘手 你给我扣下了一桶 酱香猪手卷198 现在所有的价格都是没有加过服务费的 看到菜单的时候 我认为是那个外边隔一层黑酱的那种 这个就是酱完了以后 拿保鲜膜搅个卷 酱好猪蹄把骨子里去 拿保鲜膜一卷 放凉就切了 这个确实比我想象的差一点 宫廷发带酱1880 要买1880 这汤操了点 鸡汤整体的浓度 香度 干贝 火腿整体的复合味还是不太够 我们尝试里面食材怎么样 裙边卷的不错 裙边显得真不错 特别的弹 发得也好 就是一点味儿没有 花椒肚 花椒肚也没饿不 安装蛋 对 貌似是罐头的 蛋白是硬的 不太好咬 蛋清味很重 鲍鱼 这应该是干包发的 正经鲍鱼发得不错 但是 喝 这个干贝用这么小的 干贝是一个圆味儿 挺新鲜 就个头小了点 没有鱼翅吗 提筋吧 没有味儿 海参我猜着也没有味儿 你信不信小伟 东宇的发得都不错 但是就是西藏瓜水的 没什么味道 很像是所有的食材 水里边一焯 往这个罐里装 浓汤一打 打上碗一浇 完事了 客气了的 你让我尝尝你 酸辣汤好喝不 海黄酸辣汤酒是吧 我先看里边什么东西 都切碎了 有海鲜碎 粉丝膜 不酸也不辣 酱味儿挺重的 你一小喝我酥 我还是回家给你做吧 萝卜牛蛋饱 160瓦 这个味道还是不错的 软烂 酱香浓郁 好吃 我尝尝萝卜 水煮的萝卜 萝卜是萝卜 牛肉是牛肉 你我胳膊相干 你怎么着萝卜也得搁那个 牛肉汤里稍微咕咕咕咕咕咕 让它吸收点肉汤的香味 泰国清夏麻布豆腐298 这根本就不是麻布豆腐的味儿 你们看豆腐的颜色 就这个已经注定它不可能好吃 它跟麻布豆腐唯一相同的就是豆腐豆腐 这里边加了 素菜是水饺118 是12个 10块钱一个 木耳 鸡蛋 胡萝卜 五香粉 这个挺好吃 不骗你 这个挺好吃的 好 我们做个总结 就是我们咱俩吃了 酸X盘15%的付费 财数学钱 吃不明白 看不懂 没事 我帮你打听了 这个酒店后忙 能接近伊克园 有人省私 快点门票钱 哈哈哈哈